说起苏建信这个名字 大家似乎并不怎么熟悉 但是他的歌声 可是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感动与美好 KTVB点曲莫里格 死了都要爱等等都是他的作品 这样一说 大家就知道苏建信其实就是歌手信 他独特的嗓尽 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 作为乐团主唱 人们往往都是了解他的歌曲作品 而对他的私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清楚 苏建信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正因如此 他有过很多段恋爱经历 甚至在年轻时还与一位连缘 上演了未婚生子的戏码 苏建信一直没有结过婚 就连女儿小丸子 也是在得知生母张玉皇怀孕的情况下 选择了生下却没有给张玉皇任何的名分 并且女儿也是心意手带大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恋情让信对婚姻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成为了一个不婚主义者 早在2005年之前苏建信失出了名的情场浪子 她在一次节目采访中也曾表示自己以前在他唱歌期间 很容易与人发生一夜情 至于和多少个女性发生过关系 她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不过在2005年 当她遇到了女友WiWi之后 她开始转变了很多 再也不出去 拈花惹草 对女友也是万般的体贴 自从和WiWi在一起之后 两人的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 WiWi能够忍受信的坏脾气 还能在工作之余帮忙照顾信的女儿小丸子 而信则是把WiWi宠成了公主 工作之余会带着她全国各地旅游 像马尔代夫 巴黎 希腊等的都有他们留下的足迹 还会给女友买很多的奢侈品牌 什么爱马仕 香奈儿等通通都会送 虽然两人并没有结婚领证 但是他们早已经熟悉了彼此 而WiWi也是最有可能成为苏建信太太的一位 不过好景不长 去年有传出两人已经隐婚领证的消息时 是WiWi站出来亲自辟谣 而就在今年 突然传出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原因竟然是WiWi劈腿的信息 被阿信无意间看到 一气之下搬离了两人的爱潮 后来得知的分手原因 是女友WiWi想要与苏建信结婚 但是却遭到了苏建信的反对 给了她移动价值三亿台币的好宅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